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围绕健康、绿色、素质、创新等非洲经济社会 发展所需所盼的新领域 不但丰富合作内容、提升合作层次 11年来,在卫生健康方面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在非洲援建了中非友好医院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等130多家医院和诊所 与46个非洲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机制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医疗卫生健康水平 积极推动中医药走进非洲 在坦桑尼亚、科莫罗等国家 实施艾滋病、劣迹等劣性传染病 中医药防治项目取得良好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1 20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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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